這個擦天日頭很嚴 所以風日頭泊很重要 但是市民上的風泊油這麼多 要怎麼來選擇呢 網路上有錯誤的消息一直在傳 說這個風泊的下層越高越好 也有流傳說風泊油每人兩點鐘 一定要補補一次 感恩咧 今天是一個打家在講對 大太陽下如何才能真的防曬 有人說防曬有細處 越高越好真的假的 SPF跟PA又是什麼意思呢 穿黑色衣服 白色衣服 防曬效果有差嗎 想要聰明 防曬得先有正確知識 全點至少一定要有 這麼大的部分的量 這樣子的部分 我才能夠代表說 它有一定的部分的厚度 它是建議 讓我的運動 留下兩大三點鐘就要磨一遍 那是在室內內 從保留的訪問 那就是定間磨一遍就不夠 風泊油的鑽定下瘋大 分不理性跟化學性 這不理性的油點 不是對皮膚的刺激性 化學性是容易看起來比較白 也比較油 那是化學性的 雙腿比較清 化學點就是可能過面的風險 而且20分前就要磨這麼好 現在市民上風泊油 代表是混合兩種 這風泊的下層不是越管越好 黑暗瓦有可能的 不可能撤掉在身體調 調酸適合家庭的最重要 第一個你的部分 擦的係數是多少 你皮膚是不是來說 化是比較偏白 容易曬紅 曬霜這些部分的人 以及來說 化你的戶外工作等等的部分 煩泊最主要是 風泊瓦酸 UVA UVB UVA的補充較長 營養較低 會打瓦 打瓦 UVB的造型 打紅 打瓦 SPF是用來風泊紅 PA是轉風泊黑 那是素質 跟這個後面的家庫 有不同的意義 使用一個SPF30的部分的話 擦在那一塊的區塊的部分 就是指10乘以30 我可能300分鐘以後 我才會風不起來 家庫越多 是代表風泊的時間越長 他手提起風泊的噴霧 用於不平均 那就是兩下酒 那比高起來的 這風泊的牛的機 是比噴霧更好 最後呢 是風泊的鼻粉 除了擦的 穿的也很重要 想要正確防曬 穿黑色 穿白色 效果沒那麼好 反而是穿紅色 還有黃色 比較有用 太陽光的排列來講 它的波長由長到短 那長是紅色 那最短是紫色 從700nm開始 到藍色的400nm結束 那紅色的話 它波長比較長 所以它比較能夠 抵擋住 那個抵擋住 藍色和紫色的那個 防範 它比較不容易 讓那個短波長的關線通過 不過如果是真的 要風泊一頭打 那是底部穿回來 這樣是多吃一頭 效果是最好 那是怕熱的 選到這個紅白油 再過六月的 比較濕